他二十就拿下饮后,跳海,不用替身,陈志贤真的美了三十年,娱乐圈的女明星,每一个人都对身材的管理非常的注意,不管是怀孕还是生孩子,都只是看见肚子变化,而陈身上下都是非常苗条的,而如今的陈志贤更加是美人中的美人。 怀孕后身材走样,在他身上根本就不存在,还是美如二十岁,他可是身高一米七的大高个股价,虽然数有点大,但是看起来却非常的瘦,可以说他真的非常好看了,而且刚出道就拿到了主角,首付作品就获得了大奖,可以说前途是非常的光明了,而当他得奖后的第二年,立马被提名了最佳女主, 虽然最后没获奖,但也说明他的演技确实是没法置疑的,而第三年没有一丝丝悬殊的拿到了以后那一年,他才二十岁,他的代表作品就是野蛮女友,当韩剧里面的女主都在温柔伴交若时,我们的全美媒就像一个另类一样,做了一个非常野蛮的女朋友,对着男主人公,是各种打各种踢, 让人感觉到了女汉子的气息,可能也就是他对角色诠释出来的这种深入人心的感觉,让他一下红的发紫了,人体不光在韩国,非常的高,就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了很大的提升,而且很多女生都想像他一样,变成一个又野蛮又好看的小姐姐, 而男生看了以后,都会想把自己的女朋友冲上天,而我们全美媒的敬业,也不是其他人能比得上的,当时吊威亚的时候在几百米的高空中,他都是没有用替身,而是自己下落的,特别的惊险,特别让人敬佩,在拍美人鱼角色的时候,他在水里套了好几个小时,一声怨言都没有,就连导演也被他征服了,说实话, 像他这样的大盘女明星,还能做到这样,真的非常的少见了,而现在他也是根本一点都没有过去的趋势,不管拍什么都能够刷新票房,再看看他的家庭,也是非常的幸福了,嫁进了豪门,而且家庭成员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,整个生活可以说相当甜蜜了,而且他跟他老公也算是从小到大就认识的, 这也就是从侧面说了,全聚嫌自己本身的家庭,也就是非常优越的,而这么优秀的人真的不多了,本来自己家庭就不缺吃不缺喝,还出来售虎闯荡自己的事业,这就是人生的模范呀。 这就是人生的模范呀。 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